王蔡阿嘎四號深夜 突然PO出不自殺聲明 放上一張背影照 文中提到他本人以及家人 樂觀開朗 身體健康 沒有任何使他們困擾的慢性病 或心理疾病 絕不可能做出任何看似自殺行為 還列舉多項意外狀況 其中最後一項還特別寫下 絕對不會隨機與不明人士起衝突 也盡可能保護自己人身安全 文某也懇請外界 如果網友在看完這個聲明之後 近期或將來發現 他本人的相關帳號 不再上線 請幫他們討回公道 只是在這之前 蔡阿嘎才發布新影片 解釋解雇前員工 蘿拉的來龍去脈 手法令許多網友沈默結舌 發文後 網友也驚呼細思極恐 因為在四年前 蔡阿嘎和他老婆 曾在路上遭到不明黑衣人士 拿鐵錘攻擊 如今突然發出不自殺聲明 也不免讓人產生聯想